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让世界看清楚了中共和它本人的真实面目 一 美国一直看不清中共 中共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 但它并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政党 它是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混合体 中共依附于前苏联 但他们之间也矛盾重重 毛泽东就与王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很深 中共善语运用西方的左翼媒体 作为他宣传的金喇叭 其中有三个名人我们大概都知道 一个是斯特朗 第二个是史莫特莱 第三个是失落 西方左翼媒体人不仅选择性无视 反而对共产主义试炼区 苏埃埃政权大家的赞赏 并由此影响到西方主流社会 甚至影响到白宫的决策 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共比国民党更廉洁 更符合中国的主流民意 它的平等与自由的精神 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的风范 符合美国左翼的理念 这使美国主流社会更多的支持中共 或者主动与共产党合作 美国部分军方人士与外销人员 甚至白宫如此的认知 几处成了美国考察组进驻延安 也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决策 日本投降后 1947年马歇尔强力儿治 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军队的清剿 甚至实施武器禁运 就是对中共缺乏认知的结果 认为中共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 来建立和平过渡政府 对中国和中共的认知 严重缺失 导致了美国国策的重大错误 如果美国因为看不懂中共 从而失去了中国 但它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接着要犯了第二个大的错误 那就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抛弃中华民国 以至以后与中国建交 美国的第三个错误 是1989年邓小平天安门大屠杀后 老布什总统排特使赴北京 与邓小平暗通款局 2001年纽约发生了911事件 江泽民快速转向 支持美国反恐 同年11月 中国被美国推入了WTO 经济快速崛起 以至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样就带来了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内容 为什么美国就看不清中共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中国跟美国距离太远 分处在两个半球 刚好在两个半球的上下 美国了解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在欧洲 与欧洲历史的交往非常的频繁 第二个是东西文化差异大 美国对自己不熟悉的东方文化 一直很好奇 有神秘感 觉得中国是古老的神秘大国 它不具有侵略性 中国政客和大外宣 常常用来比喻 中国没有侵略性的经典说词 就是长城 所以你看中国人建长城为什么 长城是抵御外敌入侵 所以中国人从来自古以来就没有侵略性 但这只是一个说辞 或者说一个狡辩 三就是美国人选择性的漠视 去年6月24日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在凤凰城就发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演讲 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 奥布莱恩聚焦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别 称美国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 终于醒来了 认识到中共的行为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 他说我们欢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提供了大量的浪布和贸易优惠待遇 我们淡化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其中包括天安门广场事件 我们对中国广泛的继续盗窃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使美国经济各部门整体受到重创 随着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实现自由化 可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族渴望 这曾经是美国大胆和典型的设想 这种设想出于我们天生的乐观主义 也来自于我们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 遗憾的是 这原来是很幼稚的想法 我们错的实在太离谱了 这种错误的估计 已经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呢 答案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我们不注意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 不注意看他们在重要文件中所写的内容 我们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我们只相信 我们希望相信的方面 认为这些党员 只是民意上的共产主义者 三 习近平的贡献 奥布莱恩指出 现在我们必须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组织 改党的总书记习近平 使自己为约瑟夫 斯大林的继承人 然而 斯大林采取残暴的独裁统治 和害人听闻的政策 通过灾害 强制集体化 处决行为和劳改营 杀害了约2000万俄罗斯 和其他方面的人员 根据列宁斯大林 和毛泽东的解释 共产主义属于极权的意识形态 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 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化 民族国家目标的一个工具 可以很容易的 为民族国家的目标牺牲自己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个人不具有本身的内在价值 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为国家服务 而国家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他们服务 奥布莱恩这个重要的演讲 也就是给中共和习近平贴上了极权主义政党 和斯大林继承能的标签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标签 因为标签一旦贴上去 就等于啊给你定了信 所以大家一目了然 你看在超市里各种商品都有标签 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商品 就知道它的特点 极权主义政党在西方政治文化中 主要是纳粹德国和列宁斯大林的苏联 他们被称为右翼极权主义和左翼极权主义 反文明反法治反人性和反人类是它的特点 希特勒斯大林被西方人视之为恶魔 可以说美国和西方在川普时代 才真正看清了中共和习近平的真相 但这里有习近平巨大的贡献 所以说啊 让美国人让西方人看清楚中共 或者看清楚中共的党魁 这个很不容易 刚才我说了 由于地理由于文化 由于很多方面的影响 但是习近平确实在这些方面 成功的让西方人给他贴上了标签 给中国共产党贴上了这个标签 所以他的意义非凡 习近平是如何做出这样巨大贡献的呢 我觉得来自十个方面 第一他对内打击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抓捕政治意义人士 第二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 这个任期制啊 在美国在西方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这决定度 你到底是走民主的路 还是走独裁的路 在美国建国之初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 他就拒绝在进行两任任期以后 就拒绝继续担任总统 从而形成了美国的惯例 也就是一个总统可以连任两届 整个八年 但是八年之后必须下台 所以美国人和西方人 对任期制是非常关注的 但是2018年 习近平通过强制人大代表 投票表决 修改了中国的宪法 取消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 而这个领导人的任期制 又恰恰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第三打击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其实现在已经陷入危机 或者说困境 之所以没有爆发 就源于中国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 所以我们常说的 十个坛子九个盖 他不停的在掩盖 在转移 所以导致他没有按市场的规律 爆发出危机 但是并不是说危机不存在 这样掩盖的这种行为 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整体的坍塌 第四是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 对藏人蒙古人文化灭绝 无废除香港一国两制 这可是个大事 因为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期 跟邓小平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但是这个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要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 这个文件是在联合国备案 现在中共已经说这是一个过时的文件 已经没有任何法律的效率 所以他公然违背了自己的承诺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能够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他花负了一百年的时间 对中共的改革开放 香港人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量的外资都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 但是现在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省份 我们几乎看不出还有什么区别 第六是武力恐吓台湾 每天中国的军机突破了中线 当时划分这个存在的中线 然后呢恐吓老台湾飞行 让台湾人呢处于一种惊恐的状态 第七就是对外战狼外销和人质外销 这个呢战狼外销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 人质外销主要体现在孟晚舟事件 2018年年末 因为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司法协议 华为跟伊朗之间这种 因为美国是对伊朗的商品禁售 但是华为把美国的商品要卖给了伊朗 通过了这个汇丰银行 所以呢美国司法认为孟晚舟存在着欺诈 存在着刑事犯罪 于是通过这个司法协助协定 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与此同时呢这个就激怒了习近平 他采取了这个千百年以前呢 曾经比较比较信用的啊 就是人质外销 大家如果熟悉中国的历史 大家知道在秦国啊 当时就是秦始皇后面变成了秦始皇 他实际上当时就是一个人质啊 一个人质 所以中国啊迅速抓捕了加拿大公民 康明凯斯巴夫 并且违背了中国司法的规定 对啊涉嫌贩毒的这个谢仁伯格 加拿大公民谢仁伯格 从过去的有期徒刑 然后转变为改变为死刑 所以外界都把它称之为人质外交 中国当然不承认的 中国认为不承认 我们是啊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啊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 但是呢 呃 当美国决定啊 这个法官跟这个孟晚舟 进行了一个网络上的 呃 一个一个呃 停讯 那么孟晚舟实际上是论罪 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了 对他的啊 这种监控 加拿大也迅速 就是释放了孟晚舟 与此同时 康明凯和斯巴夫两个人也被中国政府送上了返回加拿大的班机 这个是不是小事 也就是说 做实了中国人质外交这个世界 这在国际上是非常震撼的 第八就是啊 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海穷兵独物 第九是一带一路与美国争夺世界的领导权 并且在俄书战争中拒绝谴责俄罗斯 第十是高调宣称东升西降 并且在跟拜登总统电话中明确啊 习近平表示美国的民主啊 必将走向衰败 而中国的独裁专制将 栏栏升起 我们以上所说的十点啊 也就是习近平 对中共和他本人被贴上标签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习啊 确实不同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1949年就宣称 中国要比美国呀更加民主 大家如果有空啊 可以看看孝楚先生 所写的历史的先生这本书啊 写得很好 都是把过去中共领导人的讲话 和一些事实把它摘录下来 就可以对比的看 中共是如何欺骗世界 如何欺骗中国人的 邓小平宣称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 并且提出了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泽民三个代表 他就靠近了普世价值 胡锦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里面就包含了民主自由法治的概念 而习近平呢 与他们都不妥 他直接宣称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是极权主义的标志性口号 习的特点呢 就是不装 我是流氓我怕谁 得西方文明不屑一顾 要为人类前行指明了方向 这就是他的特点 所以他让美国或者西方 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共和他本人 并且给他贴上了标签 第四呢 就是当西方看清中国之后 我并不认为啊 奥布莱恩就真的看清了中共和习近平 中共啊 其实远比列宁斯大林的政党要邪恶 因为他既包含马克思主义 也包含中国皇权专制主义 而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 可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是一个混合物 就像病毒一样 它是多个病毒的混合 所以他更加的邪恶 中国共产党员呢 我倒认为是一群没有信仰的功利主义者 我们在中共党员中 要找一个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 我觉得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习近平呢 只是一个文化低下 认知错误和狂妄残暴的独裁者 他在狂妄残暴上 可能跟斯大林枪接近 但是斯大林在文化上和认知上 其实远远高过他 但不管怎么说吧 美国和西方给中共和习近平贴上这个标签 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 因为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假难而止 就是中淡难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啊 在进行现代化 但是呢很遗憾 中国没有进行政治现代化 他是就像一个人走路啊 两条腿 一条腿往前走 一条腿 他不动 他就拖着前行 所以说是一个剥形的一种状态 习近平正确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剥腿啊 把它变成正常腿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让中国走进现正民主 才能真正的实现市场经济 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了 你如果没有限制民主 又何谈法治呢 第二就是美国啊 松绑日本 让他成为印太的领袖 中国走下神坛 事实上日本 无论从他的文化 从他的经济实力 从他潜在的军事实力 和政治影响力 都远远要高于中国 但是由于西方对中国啊 看不清 盲目的啊 把他抬高 同时呢 也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 所以这样呢 中国被推上了一个神坛 但事实上 日本才是真正的印太霸主 第三个后果呢 就是台海战争 如果一旦爆发 其实美国根本不需要出手 日本将会参战 中国啊 必将一败涂地 重演甲午海战的历史 我不是说啊 中国的武器啊 比日本先进 关键是日本这个民族啊 他有精神 他有凝聚力 而中国人呢 一盘散沙 中国共产党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九千六百万人啊 这个里面又没有信仰 那么一旦发生战争 那不就是树倒胡生上 牛之乎野 所以说中国人啊 或者说习近平如果要对台湾动手 那将是中共覆灭之死 第四个后果 就是中国经济衰败 与西方脱钩 开始重返计划经济 全民返回贫困 这个就很有意思 因为去年的习近平刚刚宣布 中国脱贫尽小康 但是啊 动态清零 再加上以后啊 这个西方的围堵 和中国的必然会主动西方脱钩 你们看看大量的西方企业 都正在移开中国 为什么 因为你动态清零人家 没有办法工作呀 都逐渐的在移开 事实上不是西方 或者美国要与中国脱钩 是中国在与西方脱钩 所以习近平宣布中国脱贫 静小康 事实上 今天他应该还要宣布 中国又开始回到了大规模反贫 回到了贫困的状态 说了这么多啊 这个二十大在即 中共权贵们的权力搏杀又已经展开 纵观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 这一步心衰死 宛如啊 一步红楼木 宛如啊 他说说 宛如啊 一步红楼木 一步血泪死 一步权斗死 蒋静国先生 看立了红楼木 他要开放党境 报警 国民党要人是纷纷质疑 国策顾问 沈昌焕先生 就痛心疾首的说 这样不行啊 这样会让我们的党失去正确 蒋静国先生淡淡的回应 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 他的声音不大 语气轻微 但这一句话 可是万军雷体 震荣发溃 但可惜啊 文化太低的习近平 他听不懂蒋静国的话 你说怎么办 没辙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